黎巴嫩当地时间3月17日,中国第18批复离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扫雷连,仅用了30个工作日,就完成了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境蓝县雷厂的新清牌任务,清牌雷厂面积736平方米,销毁反步兵地雷283颗。 1月29日,连离部队司令部作战部战斗工程处命令中国第18批复离维和扫雷官兵接受柬埔寨扫雷分队迎轮换交接为清牌完的雷厂,中国扫雷官兵立即赶赴雷厂进行勘察,开始新一轮清牌任务。 据了解,该雷厂内的地雷埋涉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雷厂处于斜坡之上,常年雨水冲刷,导致地雷位移,有的地雷滚到一起,地雷间距仅十几厘米,挖掘工作非常危险。 除此之外,这个雷厂内的大树很多,部分地雷被雨水冲刷到了树根下,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官兵不能对大树进行砍伐, 他们克服地势复杂,天气寒冷,泥土湿沾等困难,在树根下十分钟挖掘地雷,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据悉,自2019年5月底部署到位后,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60名扫雷官兵,5名牌豹官兵和6名医护人员,已经执行雷厂清牌任务9个月, 完成连离司令部交予的5个雷厂清牌任务,共清牌雷厂面积5442平方米,销毁反步兵地雷1557颗。